好的 建林 這潛塘潮一定會受到 颱風的影響 而且可能就是因為 颱風的影響 造成這個潛更高 更大 是有可能的 其實這潛塘潮 可能很多人說 今天剛剛去看的時候 有一點失望 沒有啦 真的最高的潛 是在8月18號 農曆8月18號 還不是今天的8月15號 當然最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跟杭州灣的地形有關係 而且它的河流速度 跟這個受到地球引力 帶來的海邊上的潮水的速度 是相近的 所以這個相機檔之下 就變成了永潮 如果大家還記得去年的話 我們來看看去年的畫面 去年中秋節的時候 台灣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颱風 對不對 就是杜鵲颱風 杜鵲颱風離開台灣之後 就直撲大陸了 所以去年就是因為 受到颱風的影響 颱風本來就會帶來 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這個潛塘潮 說昨去年激起了9米的浪高 這個時間點就是落在 去年的農曆8月18號 所以今年的狀況 看起來會不會也有 其實比往年更大的浪呢 是有可能的 我們透過地面天氣圖 帶大家看看這一次跟颱風 的交互作用底下 到底前唐朝狀況會是如何 我們來看地面天氣圖 目前當然這個颱風的中心 是在福建 好像覺得距離 浙江還有一段距離對不對 但是因為 因為莫蘭地颱風 這個颱風的環流 是屬於逆時針的環流 整個轉出來之後 在浙江這邊 就是杭州灣這邊 其實吹的風向就會是 東北風跟北風 其實跟這個永朝的方向 是統一的 也就是這個風可能會助長這個潮汐 所以有可能會把這個浪跡得更高 潮更大 所以最主要原因就是這個 受到這個莫蘭地颱風風向的影響 今年的前唐朝在明後兩天 會不會有更大的潮 會比去年更明顯的狀況出現 恐怕其實還是這個大陸地區 觀眾朋友可能很期待的 不過台灣是看不到前唐朝 而且台灣人不太喜歡看潮 這幾天好多地方都淹水了 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今天晚上 畢竟是中秋節了 賞月的狀況 烤肉的狀況是如何呢 以這個民間的天氣公司 提供的數據看起來 在中部跟北部 大概有50%的賞月指數 所以其實如果要烤肉的話 基本上來講是不會淋雨的 但是南部跟東半部地區 賞月的指數大概30% 雲還是比較多一點 可能要從這個雲縫當中去找月亮 而且對於南部東部的觀眾朋友 今天可能沒有太多 鹹青一直烤肉了 可能要趁著晚上 這個雨室緩和下來的時候 趕快加緊腳步 要做一些清理這個後續 這個災情的狀況了 所以總之今天的狀況是 雨室會逐漸的緩和下來 到了晚上 其實天氣是穩定的 是相對穩定下來的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今天晚上的天氣 不過還是要提醒大家 後面也還有一個 颱風馬勒卡步步進逼 那今天晚上 柯倫就會發布海上颱風警報囉 所以這個防台的工作 也要提醒觀眾朋友 不能夠掉以輕心的